伤未祸根被揪出 三种食物是胃癌元凶赶紧撤下餐桌 胃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 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它不仅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 而且其治疗的费用也相对较高 在国内胃癌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癌症类型 因此提高对胃癌的预防意识非常重要 根据统计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证实过量摄入盐类 高温油炸食品以及含致癌物质的腌制 熏制食品都与胃癌风险的增加有关 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些食物的潜在危害 及时采取措施来预防胃癌的发生 一、过量摄入盐类增加胃癌风险 过量摄入盐类是导致胃癌风险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中国人们通常的饮食习惯中 盐的摄入量较高 而且很多人对盐的摄入没有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 过量摄入盐类对胃粘膜产生的直接刺激 是导致胃癌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量摄入盐类会导致胃粘膜表面细胞 发生炎症反应 进而导致胃粘膜损伤 当损伤的细胞恢复不良时 可能会发展为白色病变 进而进一步发展为癌变 此外 过量摄入盐类还会导致胃酸分泌增加 胃粘膜受到溶解作用的时间增加 从而让胃粘膜受到更多的损伤 为了降低盐类摄入对胃粘膜的刺激 我们应该尽量控制饮食中盐的摄入量 一般来说 每天的盐摄入量不应超过6克 而且最好少吃加工食品和熟食 因为它们通常含盐量较高 此外 食用一些调味品如鲜浆 大蒜 葱和香菜 可以使食物更加美味 减少对盐的依赖 除了减少盐的摄入量 我们还应该注意合理搭配食物 摄入更多含有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如新鲜蔬菜水果 全骨类食品和豆类 这些食物不仅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养分 还能帮助胃粘膜保持健康 减少胃癌的风险 二 高温油炸食品的致癌作用 高温油炸食品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饮食选择 但它们也被认为是胃癌的潜在元凶之一 高温油炸食品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致癌物质 例如强致癌物质 丙息鲜岸和丙息酸移植 对于胃粘膜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表明 高温油炸食品中的油脂 在高温下会发生氧化反应 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 这些致癌物质进入人体后 会对胃粘膜产生直接损伤 并且在长期的暴露下逐渐累积增加胃癌的发病风险 为了减少高温油炸食品被胃粘膜的损伤 我们应该尽量减少食用此类食品 如果确实需要食用 可以选择用低温或煎炒的方式烹制食物 避免使用过热的油脂 此外 榨制食物时 可以适当增加食用油的酸度和抗氧化性 通过选择更健康的油脂 如橄榄油或亚麻籽油 来减少致癌物质的产生 除了注意烹制方式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饮食结构 来降低高温油炸食品对胃癌的风险 增加新鲜蔬菜 水果和犬骨类食品的摄入量 适度食用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如鱼 加禽 豆类和坚果 可以帮助身体摄入更多抗氧化剂 和其他有助于胃粘膜健康的营养素 三 含致癌物质的腌制 熏制食品 除了过量摄入盐类和高温油炸食品外 含致癌物质的腌制 熏制食品也是胃癌的潜在元凶之一 腌制 熏制食品中常含有亚硝酸盐和多环方听等致癌物质 长期使用这些食品会增加胃粘膜受损的风险 亚硝酸盐是常见的食品添加剂 在腌制、熏制食品中广泛使用 当腌制、熏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与胃酸 胃内氨基酸结合时会生成亚硝酸案类物质 这些物质对人体有较强的致癌作用 此外 多环方听是熏制食品中的另一类致癌物质 长期使用含多环方听的食品也会增加罹患胃癌的风险 为了降低腌制、熏制食品对胃癌的风险 我们可以尽量减少食用这类食品 另外 选择新鲜、健康的食材 尽量避免加工食品中的亚硝酸盐和多环方听 也能有效减少致癌物质的摄入 此外 适度烹调食材 不过度腌制和熏制 也是降低致癌物质含量的有效方法 除了避免腌制、熏制食品外 合理搭配食物也是预防胃癌的重要措施 增加新鲜蔬菜 水果、全骨类食品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摄入 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有助于保护胃黏膜的健康 四、调整饮食习惯 合理搭配食物、降低胃癌 风险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是预防胃癌的重要措施之一 除了减少过量摄入盐类 高温油炸食品以及含制癌物质的腌制 熏制食品的摄入外 合理搭配食物也能有效降低胃癌的发病风险 合理搭配食物旨在提供身体所需的养分 并减少对潜在的致癌物质的摄入 一、我们应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和犬骨类食品的摄入量 这些食物富含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 有助于维持胃黏膜的健康状态 膳食纤维的摄入还可以帮助排除胃肠道中的有害物质 减少胃黏膜受损的风险 二、适量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如鱼、加禽、豆类和坚果 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保持胃黏膜的健康至关重要 此外 适度增加食用富含三脂防酸的食物 如鱼类和亚麻糍等 也能够抑制胃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三、避免过度依赖肉类食品 尽量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摄入 研究发现 过量摄入红肉和加工肉类与胃癌的发病风险增加相关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用豆类 鲜肉和鱼类来替代部分肉类 既能满足蛋白质需求 又能减少对潜在致癌物质的摄入 四、饮食中的调味品也需要甚选 一些调味品中含有较高的盐、糖、添加剂等 摄入过多可能对胃粘膜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新鲜的调味料 如鲜姜、大蒜、葱和香菜等既能提升食物的口感 又能减少对不健康调味品的依赖 五、控制食物的烹饪温度和时间也是调整饮食习惯的重要部分 过高的烹饪温度和过长的烹饪时间 会导致食物产生致癌物质 对胃粘膜造成损害 我们可以选择轻微烹调 如蒸、煮、煮炖等 以减少致癌物质的生成 此外 选择健康的烹调方式 如清蒸、水煮和拌凉菜等 也能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减少对胃粘膜的刺激 胃癌的危害不可小觑 而预防胃癌则是一项重要任务 通过提高人们对胃癌的认识和预防意识 加强对食物潜在危害的认知 以及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我们可以降低胃癌的风险 提高自身健康水平 为健康长寿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强健康教育并采取积极的行动 我们可以迈向一个更加健康和美好的未来